台北曲艺团的相声专场 武侠小说掀起一阵追忆 也在在体现武侠精神的重要性 但随着社会的变迁 侠似乎悄悄地消失了 大家或许不知道 这次的演出可以说是跳脱以往 就是因为你们不知道 所以我更要讲给你们知道 从108年6月开始 台北曲艺团与成功高中合作计划 并在七八月份走上街头 骚扰民众 9月开学 随着108课刚上路 结合国文课程 针对高中生进行系列的问卷调查 最终受访人数达到50001人 其中有67%的受访者 是尚未被社会荼毒的高一学生 因此也让这335个答案更为可贵 首先对高中生来说 下有什么基本要素吗 收到501种答案后 看得眼花缭乱之下 我们发现大家认为的方程式 就是武功加人品再加仪器 这似乎有点老套 而把这题发挥到极致的 大概就是这位仁兄 刚开始看到答案 想必怒火中烧 觉得这位大哥根本是来闹场 但事后越想越有道理 侠不就是夹在社会 生活及现实中 挺身而出的人吗 而这人家夹的侠 让我们从简单看见不凡 每一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侠义人物 对现代高中生来说 谁是最侠的呢 经过统计之后我们发现 排名第三的是侠义林杰良医师 第二名则是爱心裁判陈述局 而排名第一的就是馆长陈志涵 最后当然还要问问 做过最侠的是什么事情 18岁少年的侠义人生 答案非常两极 回答抽象到不行的说 他们坚毅勇为拔刀相助 而实际一点的 则爆料他们帮同学写作业 写同学抄答案 但这些只是占一半的答案而已 因为剩下的人 是我看过最有爱心的 他们每一个人 都曾经扶老太太过马路 哇 这些回答让我非常好奇 哪里有这么多的老太太聚集呢 的确 大家都知道现代社会 还是需要侠的存在 但侠到底去哪里了 其实静下来想想 或许我们把侠的精神 想得太复杂 让内心的侠魂 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漂流 现代社会中 侠可以很简单 只要发挥自己的心力 都是展现侠的精神 而今天的你 找回侠魂了吗 历经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走入生活 寻找侠的身影 这次的演出 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 而是将现有的社会议题 结合传统曲艺 打造出这场 别除心裁的年度大秀 我们期待 透过表演的方式 让每一个朋友 找回心中的侠异精神